再說下去 要哭的了 所以在一個很沒有心思熟慮的情況下 就決定了選擇跟對方結婚 家庭沒有了 之前養的狗也沒有了 單身的時候你可以享受 但是未來的時候 我都會希望有一個人可以 一起哭下去 HELLO 大家好 我是 OAN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人 都知道我最近在密集式增肌減肢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有follow我的instagram的話 你都會發現我昨天公佈了一個新的消息 就是我每逢星期一會檢查我的in body 昨天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用了7天的時間 就把我的體肢率減了3.4% 對於我來說也算是滿意的 因為其實對上一個星期 我吃的東西主要是一些圓形的食物 但是也是經過辣椒和吃下去是好吃的 對於我來說 我不是長期處於一個飢餓的狀態 而且是吃足三餐的 透過運動再加上吃一些比較清淡的食物 7天中減了3.4% 我自己覺得也算是滿意 可以給自己一點掌聲 平時都收到不少的direct message 去問OAN你怎樣才可以這麼有恆心去減肥 如果follow我久的話 都應該會留意到我現在的體態 和三四年前的我相差十分之遠 很多人都會問我怎樣可以持續恆常性 去將你自己的身形變得越來越好看呢 我自己就覺得減肥最重要就是持之以行 有耐性 還有你要很需要知道為什麼你減肥 有些人可能為了健康 有些人可能為了好看 如果你有看到我一開始減肥的影片 我最主要是因為 我自己覺得自己是一個時裝店的老闆 我自己穿起自己的衣服都不好看 這個是當時我最大的motivation 令我減肥的 我由宣佈腹肌挑戰到現在 大概過了一個星期左右 那在這個星期裡面 我是可以很proud of自己這樣跟大家說 我每一天都有做運動 而且每一天盡量都是自己煮東西吃 還有吃一些很有營養價值的圓形食物 那所以就來到今天這條影片的重點了 就是我今天要set up一個cheating day給自己 那cheating day對於一些減肥 增肌減肥的人來說算是挺重要的 一些比較高卡高熱量的東西你都沒得吃 那正常來說90%的時間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原有的健身計劃 去吃一些你自己或者教練安排給你的食物 那另外10%的時間 你都可以安排一些cheating day給自己 用你自己一直想吃的東西 填補你心靈上的空虛 那今天就是這一天了 那我今天就會去吃這個寒牛 因為之前我收到一個寒牛禮盒 那我今天就想吃了它 那還有呢吃這個寒牛對於大家來說可能覺得是 其實都很高蛋白質 很有營養價值 那為什麼會是cheating day呢 那但是當然了 cheating day就除了吃這個寒牛之外呢 最重要就是它的公仔麵 因為本身我公仔麵一年都不吃到一兩個人 所以我今天打算吃這個新辣麵 再加上這個寒牛 那所以我今天這個plan 就是拍給大家看我的cheating day 高碳水化學物 高油脂 還有高油鹽糖 糖有沒有呢 糖可能看看會不會吃一點點甜品 另外我今天就是預備會在外面的露台自己燒東西吃的 那所以呢 我就買了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雖然我外面有一個燒烤爐 但是那個燒烤爐又要炭又要盛 那就是預備朋友來的時候一起去燒東西吃的 那自己一個攪就十分麻煩 那所以呢 我就上網買了一個新的激烤爐 還有買了這個鐵板的 那今天呢 一起來開箱 和一起陪我去過這個cheating day 好 我們現在一起出發去買一些公仔麵 買一些東西吃回來 現在要把快讓我開走 ios 為甚麼 經過 有一直 нар 겁니다 拜拜 哈哈哈哈 好多啊 剛剛在咖啡店那對Couple 是我家附近的其中一間咖啡店 在那裡買開咖啡之後 我們大家就互相follow了instagram 他都變成我的subscriber 超搞笑 雖然我家裡是有咖啡機 真的比較忙又想喝咖啡的時候 我都會在外面買 其實一個人真的心情是開朗了 味道說真的經常都是十分之開心 之前一些traumatized 都偶爾會想起的當然 但是人開朗了之後 我自己覺得自己的社交圈子是闊了的 以前的我 我是不會跟陌生的人做到朋友 又或者是在我最迷失 最不開心 即是我連街都沒有出過 那段時間 我絕對不會跟咖啡店裡的人去聊天 去交流 大家都應該在我的sns裡面 都會看到 我周遭都多了很多不同的朋友出現 他們是不是一些新的朋友 其實都不是 都是一些認識了很久 除了剛剛那個couple之外 但是人有活力了的時候 即是氣場不同了的時候 都會多了朋友去找你 或者你自己的心靈 願意開放多一點 去接觸多一點的朋友 你身邊的朋友是會感覺到的 最近的朋友是真的 看到我現在的狀態 他們都會覺得舒服一點 開心一點的 希望是 可能就算是觀眾 透過我的影片 都會覺得舒服了 整個video的vibe 是感覺不同了 那希望我也 可以給大家這些感染力 其實今早已經吃了早餐了 但是搞了一大量買完東西 準備一下材料的時候 現在又到lunch time 已經開始肚餓了 這個天氣真的可以說是剛剛好 可以燒一下食物 這個也挺便宜的 好像三百多元就有了 一套 然後它是包了一個gas 還有一個煲 那我就打算用它來煮公仔麵 這個爐的牌子 也是一個挺有名的電飯煲 韓國挺有名的一個牌子 叫Cocoa 我看到它這個顏色我挺喜歡 所以我就買了回來 在外面吃東西就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有時候材料會飛到周圍 一個就是裡面的煲 我一會兒就打算用它來煮拉麵 但是我們當然先吃這個韓牛 我們先開這個鐵板 我買這個就是多少mm 29cm 吃一兆兩個人吃就剛剛好 都應該適合露營 那我就打算把它放在上面 加個gas就這樣燒來吃 那在吃之前當然要開了我們今天的主角 那是我收到的一份韓牛 裡面就包括了這個肉眼 下肩甲肉 牛肋骨 還有這個腹心肉 這個是韓牛裡面最頂級最高級別 但是因為它份量上太多的關係 那我今天只吃一點 可能今晚我會叫Friend來一起吃的 那些紋真的 我自己吃牛肉都有整 我想兩三個星期前 因為最近都是吃魚比較多 那是騎乎日 那就來啦 吃紅肉啦 一定很棒啊 看上去 哇 你看它的花紋多漂亮 好啦 我們來啦 那我這次就預備了一些牛油 然後...哎呀 預備了牛油 連上去一起燒一點點你吃的 然後就吃東西 我吃東西 那些東西 我吃東西 沒力了 所以可以吃東西 我吃東西 就能吃東西 然後就吃東西 那些東西 所以就吃東西 它是很香的 然後就吃東西 哇 喔 太好了 好美啊 現在試吃 超好吃 怎麼說呢? 入口即溶的感覺 嚇壞我 嗯 我現在試吃第一回合 就是沒有這個調味料的 那我就這樣吃已經超級好吃 如果有朋友在一起喝啤酒 我一定超棒 它這個牛油超級香 也可能有關係我最近吃魚比較多 比肉多 所以對於我味蕾的衝擊是比平常大的 所以真的不是誇張超好吃 我現在試這個看上去最肥的這個位置 超邪惡 我現在正在調最大火 因為最大火才有炸那一下 讓牛油有反應 因為其實我本身在這個入廚完全初丁 大家上次看到我上個月的單身日記那條骨 是真的煎一隻蛋也知道有問題 所以大家多多包涵 我做這個牛肉有問題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廚藝高手 所以真的多多包涵 我部分人真的對吃牛肉有一份執著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試這個是教學片 大家有沒有看過最近的片 10天出了5條片 真的 我真的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 因為上一兩個星期真的爆炸 所以現在才有空來吃這個 糖牛 我另外預備了一些薯仔 嘩 cheating day 我說減肥 想剪掉一些炭水的話 就可以用薯仔 南瓜 去代替這個飯 每一次去到這些場面 都很想念香港的朋友 何時開瓜你們可以來 哇 大家看看 嘩 這塊不漂亮 哇 哇 加一點牛肉 就讓牛油可以連上 那些蔬菜一起煎 那就應該會更加好吃 吃到有點膩 的時候 當然要用這個韓式風格 就是加些蔬菜 然後把牛肉放在中間 就用這個深的技巧去吃這個牛肉 吃下去的時候就沒那麼理會了 我已經是吃到第三四回合了 然後我現在是開始肚子 開始漲 但是不要緊 今天是我的cheating day 重點 這個公仔麵 我這次打算是做這個 我要這個韓牛公仔麵 在這個等水滾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跟大家聊聊 那 大家都應該看到我最近 心情是好很多的 那 其實也有人問 有沒有 就是OEN你是不是經歷了什麼特別的東西 突然間心情會好很多 看到你在影片裡面 之前 就是頭幾個月 跟現在的對比真的很大 有沒有什麼很大的變化 或者經歷了什麼 可以令到你在這個陰影裡面 可以走出來 其實很老實講 是真的沒有一個特別的觸發點 其實最主要都是一些時間的消磨 還有一個最重要就是 就是 我覺得最重要是一個 你自己看不看得通這件事 近這兩年期間 自己的情緒一直都是很不穩定的 真的用了很多時間去想通整件事 那很多人都問 現在OEN你覺得是不是單身生活 我開心過之前很多 是不是自己單身也可以過得很好 那 我很肯定這樣說一句 我都希望我自己未來的人生 可以找到一個靈魂的伴侶 可以大家明白大家去走下去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現在這段時間沒有 就不要強求 最不開心的時候 並不是一個我需要單身 而是那個變化和衝擊太大 所以是令到人變到有一個時候 是很抑鬱的階段 那就是 很多的變化 突如其來的衝擊 可能家庭沒有了 之前養的那隻狗也沒有了 那一開始呢 就當然不是很開心 你想想那個變化那麼大 我一回來韓國的時候 我可以說是 什麼都沒有了 看似是 很多東西都沒有了 但是呢 我去到後來發現自己擁有的東西 又或者是 其實現在的現況也不差 單身的時候你可以享受 但是未來的時候 我都會希望有一個人可以 陪我一起走下去 那其實說的是 在對上一段關係發展 又或者是決定結婚的時候 都發生得很闖絕的 那最主要呢 我自己看回整件事 我自己去覺得 當時我一個人在韓國是很辛苦 很想有一個人去依賴 去依靠 去照顧我 那所以在一個很沒有 心思熟慮的情況下 就決定了去選擇和對方結婚 那所以當時呢 我自己又或者是整段關係裡面 我也有一定的責任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發生 都是有他的安排 有他的原因 可能我就是需要學會這一段時間 去怎樣和自己相處 去令到自己更加堅強 在自己一個更加完美的情況 和狀態下 去迎接下一段的關係 又或者是下一個更加值得擁有我的人 嗯 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堅強 我再說下去 要哭的了 哈哈 我們不要說這麼多這些感性的事情 我們現在來看看公仔面 哈哈 還有呢 偶爾也收到一些訊息 就是可能 和我婚姻狀態 感情狀況差不多的女生 希望隔著鏡頭 都要跟大家說 就是這一段時間 人生不是說 永遠 不會有永遠的好 不會有永遠的差 就是當你經歷這段時候 我都希望我會成為你的人版 就是你會見到 是有出路的 就是遲下的情況是會好的 哇 寒流生辣面 不得了 Direct Message上面 都有人問我 最近融光滿發了很多 是不是拍拖啊 是不是拍拖啊 其實呢 也補充一句 就是 因為我現在還在一個離婚的訴訟期間 在法律上 我是不可以有伴侶的 不可以拍拖 也不可以結婚 當然 所以就 真的不是這段時間了 不可以拍拖 不可以了 現在吃飽飽了 終於 想不到 其實本身 預計今天是會下雨的 本身昨天是最後上櫻花的日子 我本身打算今天拍這段影片 但是我看到今天有機會會下雨 但是天公做美 之後又可以吃到寒流 很開心地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給大家看看我 最近更新我自己最新的想法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最近都比較少說自己感情的狀況 希望接下來都可以分享多些 因為自己真的 剛剛有說過 經歷一些變化很大的時候 自己情緒有不穩定的時間 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不同階段 有不同的思維 思想 都可以陸續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 還欠大家很多片 有些化妝 有些夏天穿搭片 之後還有 接下來想拍染頭髮片 我還想過染頭髮 就是我所說的 拿過大家的影片 可能不是我拍這兩個月YouTube的事 我拍YouTube的事 是說 九年前 開始上載第一條影片 到那時候 九年來 我都沒有試過行常 去做一個YouTuber的本分 所以 都會陸續更新 希望自己都保持著 可以有這個 上載影片的頻率 上星期都收到大家很多的留言 就是很喜歡這個上片的速度 多謝大家的留言 希望我未來的日子 可以和大家多聊些 行常一點 去上載YouTube 如果大家想追蹤多些 有關於我平時的日常生活 或者減肥的餐單 就記得要追蹤我自己的Instagram 也很多謝大家 陪我過了這個下午 還有過了我這一天 這麼開心的Cheating Day 那我們下一條片見 Bye 我們下載了 我們下載了